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郭强 你进了这一行也有一段日子 应该学到不少东西 跟我一起讲吧 好 没问题 要做到休职的楼宇 就一定要由正确的基本工序开始 而水喉就是楼宇的供水系统 除了要安装正确之外 还一定不能流水才行 所以在地盘进行水喉工程之前 水喉管工就要先集提有关施工章程 和最新批准的施工图籍 好像中立基电装置施工图 即施批准图 水务处批准图 结构图和流洞图 怎样 除了联和承建商的项目经理 依照施工章程和施工图籍 来制定一份水喉施工程序建议书 即是Propos Method Statement 里面要列明施工方法 材料的种类和型号 收货标准和验收程序 再给即施批准之后才可以施工 丙叔 行啊 鸡腸都会 失礼 不是你以为我真的合顶吗 我怎样 至于一般水喉的材料 就包括有铜喉 内陈胶原水喉 压力胶水喉 即是UPVC喉和球墨铸铁喉管 不同的喉除了有不同的安装方法 还有不同的用途 好像铜喉就分别 会以明喉和暗喉来安装 用来供应住宅单位的食水 而内陈胶原水喉就比较坚硬 没有那么容易损坏 所以多数以明喉安装 主要就是用来供应食水 不过亦都可以供应清洁用水 压力胶水喉就多数以明喉安装 厕所咸水就是靠它来供应 至于球墨铸铁喉管 就是属于较粗的一种水喉 直径有80mm以上 专门负责泵房的大喉供水 和用来折博政府街水的检测标位 除了水喉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配件 可以说也有说 某单税好也要绿叶扶持 而且这些配件也要预先得到即时批核 才可以地盘用 好像有各种喉管的 开T位配件 转弯位配件 和杂製配件 另外铜喉配件 就有铜石曲 铜石三叉 和铜喉喉马 还有在安装灰色 或者白色压力胶喉的时候 要用的三叉 和用来供咸水用的90度曲 至于安装内衬胶原水喉用的 就有三叉和曲 还有安装在室内的 热浸原水包胶边喉马 和安装在室内的 不瘦钢包胶边喉马 再预备喉管的油漆样板 那就差不多了 有料都要看是否好料才可以 所以水喉管工 就要将来料 和基电工程顾问批准的材料 互相核对 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水喉的吸数 厚度 牌子和来源 查过符合标准的话 才可以接收 我当初就是没有看清楚丙数 所以就搞成这样 不是吧 都挺合适的 接收了材料之后 就要储存在地盘适当的地方 记得所有喉管都一定要浪起 而配件就要分门别类地摆放好 千万不要让它有任何的损坏 那些材料搞定了 就轮到开工的工具了 不同的安装工程 就要用适当的工具去做 例如架布里面的工具 就有喉管搞瓦机 转床 鞋机 和看接机 至于上楼安装用的工具 就有电钻 手锤 一字批 十字批 平水尺 牙鉗 士巴拿 鹤嘴鉗 鲤鱼鉗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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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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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